以色列和叙利亚烽火再起 以色列军方为了报复格兰高地遭到袭击 因此对叙利亚展开空袭 媒体报道 空袭的地点是叙利亚的军事地带 共有10人死亡 在这同时 美国总统特朗普也透过推特 坐紧俄罗斯 叙利亚和伊朗 停止轰炸叙利亚反对派的大本营 飞弹射向地面瞬间冒出巨大火光 这是以色列军方公布的视频 宣布他们成功轰炸了叙利亚的一个军事地带 以报复早前格兰高地遭叙利亚攻击的事件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明 以色列绝不会容忍任何的侵略行为 一定会展开反击 战火连天 叙利亚一处安置营人满为患 霍尔德当局2号和阿拉伯部落领袖开会后决定 将其中的800人转移安置 当中包括圣战式的亲属 人权观察组织在刚过的星期五揭露 叙利亚及俄罗斯联手轰炸叙利亚西北部 导致30万人大逃难 但是在伊德利布省的冲突 就夺走950条人命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 透过推特发文谴责 他措辞强硬地写道 全球都在紧盯俄罗斯和叙利亚的屠杀行动 连串的轰炸导致许多无辜百姓丧命 特朗普质问叙利亚俄罗斯和伊朗的目的究竟为何 他促请这些国家立刻停手 NTV7 中华道